自從8月公佈了3加4的措施之後 明顯見到8月份的搜索量比上一個月上升了一倍 甚至對比上年的同期上升了三倍 至於客人最熱切搜索什麼地方 東南馬是由泰國為主 可能是去包車服務、SPA、衣液油 都是熱門很受歡迎 至於長線的話 可能是瑞士通人性 甚至近來是極光的產品 都開始很多人搜索 首先絕對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因為公佈了無道遊的一個政策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即日的搜索量 已經是一個兩倍顯著的勝負 證明大家都思鄉情賜 很想快點去日本 但我想我們看到近來 近兩天有新的一些政策公佈 整件事包括之前要指定一些旅行社 去買機票、酒店、再者 然後可能又要申請簽證 需要都有一些時間 我想對大部分 但對於香港人這麼想 去日本的情況下 應該這個都不是一個很大的阻攔 最主要我們估計 或者我們預期會有三個最大的不同的分別 第一就是大家消費 可能會比之前是捨得花錢了 原因是第一 因為外遊比以前 相對沒有那麼容易 大家難得去一次旅行的時候 也都會預算多了一些預算 但同樣地去給多些錢的時候 去對整件事的期望 或者想體驗的東西 完全是不一樣的 例如以前 可能會去一些比較 我們叫做大陸的一些行程 現在可能希望一些更加深入 更加在地的一些旅遊體驗 這個我們是 希望在我們平台上 都可以提供一些特別的產品 給大家去滿足他們 第二就是大家 更加希望去一些小團的旅行 因為以前可能都會載一些 可能一天有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旅行團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對於安全 或者衛生 都會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會見到一個上升的趨勢 大家希望可能會包車 或者是租車油 這些都會是他的期望 甚至就算跟團 可能都是一些小型四至六人團 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第三個就是大家出團 或者起行的時間 比之前縮斷了很多 以前可能會提早做一些外遊的準備 可能是提早一個月 就已經安排定一些行程 因為現在太多不同的變數 又或者太多不同的一些轉變 所以見到可能整個外遊準備的時間 由以前是由一個月的時間 甚至縮短到現在可能只有兩個星期